超期城下跌 多达63,291套房源等待接盘 南通市再次引爆朋友圈 当时花了470万 现在挂70万多无人问津 房价一年跌了70% 还有有业主猛降12,838元每瓶抛售 投资学区房被套牢 我高位站岗了 面对行情并不明朗的南通市场 不仅新房有超多的库存 二手房市场也有63,291套房源等待接盘 更崩溃的是 这两年房价一直在震荡 不少耐不住的业主正在低价抛房 买主称不再是万能公事 南通老主称豪河名底 坐拥豪河景观房又有启秀中学的加持 房价一度达到41931元每瓶 没想到今年急速下降 挂牌均价只有37,268元每瓶 主城别墅也不香了 北大街商圈的华强城别墅挂 牌价一度上升到59,760元每瓶 结果到了10月形势突变 现在挂牌均价是46,922元每瓶 一下子降了12,838元每瓶 让业主直接崩溃 崇川区的任港路几个小区 在8月的时候二手房挂牌均价高达26,185元每瓶 随后房价开启过山车模式 一路狂跌3519元每瓶 而位于北大街商圈的华强城别墅 二手房挂牌均价一路从30,666元每瓶上升至59,760元每瓶 然后形势突然急转直下 从8月份开始 华强城别墅的二手房挂牌均价 从59,760元每瓶下跌到现在的46,922元每瓶 一下子降了12,838元每瓶 融创融润九张台 挂牌价一度上升到2万每瓶 结果到了7月 瞬间下跌降到17,966元每瓶 逼者统计了南通跌幅较大的20个小区 近一个月降价最高达5365元每瓶 业主简直心态要崩溃 除了人热门板块住宅 房价下跌外 南通的学区房也卖不动了 有人直降8400亿瓶亏本卖房 但即便是亏本都卖不出去 太扎心了 崇川区的银花院是城中小学和田嘉丙中学的学区房 这几年价格平稳 一直保持着稳步上升的趋势 特别是6月份的时候 二手房挂牌均价一度涨至42057元每瓶 随后情况急转直下 目前挂牌价仅40934元每瓶 之前很多中介都表示 银花院的房子成交周期短 不少家长都在求购 而今天我们再次走访中介 他们却表示 近期学区房热度下降 银花院的学区房的成交周期也在拉长 无独有偶作为双学区的苏建学府雅居也有业主挥类抛房 但还是迟迟卖不出去 比如一副一中双学区的苏建学府雅居一套95平的房源 12月份报价还在硬气的停留在410万 但到了2月3日报价更改为380万 房东只降30万卖房 同样是苏建学府雅居 还有一套面积105平的精装房 也被房主降价甩卖 单价只有24,762元每瓶 这个价格还是有些生猛的 尤其是一些没有学区的老婆大 老婆小 笔者在安居客网站统计 南通二手房小区挂牌房价时 就发现市区有一些小区房价一直震荡下跌 尤其是一些没有学区的老婆大 老婆小 比如崇川区的江海家院 今年2月该小区的二手房挂牌均价 约18,191元每瓶 如今最新二手房挂牌均价 约17,640元每瓶 呈直线下降趋势 同样的 还有承西的恢复花院 2018年2月 该小区的二手房挂牌均价 约23,916元每瓶 2022年2月最新二手房挂牌均价 约20,061元每瓶 总体震荡下行 当然 也有一些热门小区 二手房挂牌均价虽然一路上涨 但不可否认的是 买房人更多地开始选择观望 我打开链交网站后发现 不少热门小区 虽然挂的房源比较多 但90天的成交数据 却有些不尽人意 像中南市集城 花城这样的热门小区 近90天 只成交了一两套 像银花院 文峰新村这样的名校学区房 近90天 加起来只成交了七套 就算是学区房 现在也是有价无事 挂牌上架了 也没有人过来问 2022年 利空信号不断传来 学区房真的会退出历史舞台吗 据媒体报道 一位深圳投资客 2010年开始第一次买房 随后通过多次买房换房 挖到了第一桶金 现在也不用为自己的住处发愁 相比很多同龄人 已经领先不少 2021年 他将目光投向了学区房 以总价近470万 买下了一套32平米的 小户型深中学区房 要知道 最高峰时 同户型房源成交价高达520万 未曾想到 转眼三个月过去 深圳宣布建立 二手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 二手房成交遭遇重创 原来价格高昂的学区房 更是首当其冲 如今 政策刚满一年 深圳2021年 二手房成交量 仅有40699套 同比2020年下降57% 堪称腰斩 这也是从2007年以来 最近15年的最低值 其中 学区房价格更是大跳水 一套房降价500万也不罕见 在楼市下行期 越来越多的二手房业主撑不住了 最近 又有一位重穿新光玉的业主吐槽 自己2016年 买的房子 最近房价降价幅度太大了 两个月小区均价下降约3800元每平 还有邻居降价抛房 实在太郁闷 确实 最近南通市面上的不少小区 房价都出现了下滑的情况 一些品质红盘小区也不例外 例如 苏西通园区万科白鹿湾 开发区的和荣游山美地名敌等小区 最新二手房挂牌均价 纷纷突破新低 有业主表示泪崩 两年痛失一台路虎 甚至 南通绿城标杆项目玉兰公寓 新城板块的万豪市家等知名小区价格不再坚挺 二手房挂牌均价连续五个月持续下跌 有业主打趣地表示 每天一觉醒来 我家房子价格又跌了 崇川新光寓一共分为三期 一期二期都是高层 洋房 别墅组合 三期为公寓 小区位于崇川区北大街 毗邻江海大道 高架和通旅运河 有较大的区位优势 新光寓是郭里园小学 实验中学双学区房 万象城就在不远处 可以满足业主日常需求 医疗资源更是不缺 南通第六人民医院 南通中医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等都在旁边 二手房网站显示 新光寓普通住宅二手房挂牌均价 约27,845元每平 近六个月房价趋势不太理想 21年10月二手房挂牌均价 约30,264元每平 11月份挂牌均价约28,275元每平 12月份挂牌均价27,466元每平 仅两个月的时间就下降了约2800元每平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事 我还看到近期有业主挂出25,917元每平的价格 甚至还有更低的均价价仅21,098元每平 这位业主接着吐槽道 笔者在网站也发现 有一位挂牌均价仅21,053元每平的业主表示 价格还可以再谈 值得注意的是 小区的别墅部分最近两个月降价幅度也很大 10月份二手房挂牌均价65,860元每平 12月挂牌均价仅57,487元每平 两个月下降近8,400元每平 不过也有业主表示 虽然小区这几个月房价处于下跌状态 但是2016年的首开价格 只有12,000元每平自己买在最低位 这样来看还是很满意的 并且现在市场行情不好 下跌是常态 自己的房子也不急着出售 并不是很担心 但这往往只是少数 大部分业主面对房价持续下跌 都担心得要哭了 市场下行期间 越来越多的二手房加入的降价行列 部分不看好市场的业主 纷纷降价求生 急于出手 一些知名的二手房小区价格也不再坚挺 1.万科白鹿弯 万科白鹿弯位于苏西通板块 是南通的知名红盘 但项目二手房挂牌均价波动较大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最近一段时间 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最新挂牌均价 仅12,554元每平 是近一年来均价的最低风 二 和荣幽山美地名底 和荣幽山美地名底 位于南通开发区 小区身处黄金地段 内部环境也不错 但是最近房价也跌出了新高度 近五个月房价下跌了近1,700元每平 甚至与区域均价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三,绿城玉兰公寓 众所周知 绿城玉兰公寓是南通的标杆性项目 不管何时 价格都十分坚挺 不过 最近一次查询数据发现 其二手房均价也在微微下跌 今年五月二手房挂牌均价 约37,565元每平 十月二手房挂牌均价 约36,426元每平 还有不远处的万毫市家 今年五月二手房挂牌均价 约31963元每平 十月二手房挂牌均价 约30230元每平 下降了近1700元每平 对比2020年的二手房成交量 南通楼市2021年明显含义更重一些 2020年的时候 很多南通房东都觉得 房子不好卖 更别说2021年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 请订阅并分享 我们下期见